OK我们继续讲一下怎么去测试HTB的接口 其实也是用这种方式 但是它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就单独的去讲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安装一个叫做SuperTest的一个插件 SuperTest的一个插件 它也是KWR航空间才用的 从里我们还是把这个给装上 你不装也可以 然后等一会吧 OK 按完之后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就是安上了 按完之后我们在Test里面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我们叫做什么 这个SourgerGS 这里面就是为测试Sourger所服务的 写个注释吧 那个提示 那个提示我们就自己手写吧 这个Cription我们就写一个JustSourger 然后author就是双眼老师 好 然后引一下我们刚安的一个插件 叫SuperTest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再去 因为我们要测试H请求对吧 我们得把那个能产生请求的APP给它引过来 就是SRC里面的这个APP 然后我们看一下SRC里面APP 这个我们已经很熟了 然后它其实 App等于NewCore对吧 然后这里面呢 它其实输出的是一个APP对吧 输出是APP的一个对象 就是一个Core的一个实力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的一个是什么呢 是它的一个callback 就Sour是它的一个callback 就执行callback函数就可以了 然后Model.xboss 做成这个RequestSour 好 我们看一下 Request是个函数对吧 Request你听了个名字 才是发起请求的一个意思 它发现什么样的请求呢 就发起一个我们SRC APP.js那个请求 但要通过callback的形式返回出来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叫做JsonSour 我们要用它来模拟一个真正的Sour 然后我们去请求它 并且访问API获取一个数据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建一个吧 就叫Json吧 Json.test.js吧 好 JsonTest 好 为什么叫JsonTest呢 我打算用我们在这个路由里面的这个Json 来做一个测试 在Json里面呢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Session给它注释掉 注释掉的话 它返回的就是一个title 对吧 title等于call2 Json OK 它返回什么东西 没关系 反正它只要返回符合我们的区域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这就可以写 我们在这要把我们刚创建的Sour给引用过来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刚创建的Sour 对吧 就这个 这个东西给它引用过来 引用过来之后 我们就开始写用自己的用力 因为它没有定义 所以说这个Vetcode老师给我一个错误的函数提示 比如说Json接口返回格式 返回数据格式正确 好 那接下来有个函数 这个函数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做那个网络选求的测试 那肯定是一个异步的 对吧 选求都是异步的 异步的 然后我们就需要一个 把Sync函数包裹起来 然后里面呢 我们还要实现一个Await的逻辑 好 怎么办呢 我们定一个Response 它复制成Await Sour .get 好 Json 好 就这样 大家看一下 Sourger get Json 请求的就是这个路由 对吧 它返回的应该是一个title 等于Core Json 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它返回的结果呢 就在这个Response Body里面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 写我们的Expect ExpectResponse 叫Body 我再介绍一个新的端言 叫Equal 就是我们如果是判断 那个直类型的话 我们用ToBe 对吧 就是这里面 用ToBe 然后如果我们判断一个对象 是不是相等的话 我们用Equal Equal里面我们可以直接写 我们期望的一个结果 就是把这个东西和这个东西 进行一个对比 看它是不是一样 用ToEqual 好 好存一下 我们直接运行就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OK NPM Run Test OK 都已经通过了 然后 刚才学到一个 ToEqual 一个转型工具 对吧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 ExpectResponse Body .Hitale .toBe Core2 Json 对吧 我们就常用的一些断线工具 好 再跑一遍 OK 没有问题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要测试的这个Sorg的请求 这个是个Gas的请求 如果是Post的请求 其实也一样 Post的请求一般就是这么写 我们这把代码写一下 到时候 在后面做实战的时候 我们会经常写 点Post 什么什么请求 比如说这是一个login的请求 然后再点Send Send一个数据 比如说UderName等于 张三 然后 Hasword等于 123 如果是个Post的请求的话 我们需要把Post的接口弄出来 然后Send把这个数据给它发出来 这就是个Post的请求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只是一个Gas的请求 所以我们就先不管了 就先保留这个Gas的请求 OK 那我们就把这个代码先关上 Gas的这块就已经差不多就讲这些 至少是不影响我们后面使用了 后面使用 如果遇到一些不常用的东西 我们遇到之后 我们再去讲 然后这次不要忘了把这个代码给提交上去 按理一下 看一下自己改的东西 这些版本的插件 这个不用管它 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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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都快花了 直接看改的东西 这个地方我们是删掉了一些Send的东西 删掉就删掉了 没关系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改的东西 就是我们按照的插件 我们装了这个SuperTest 对吧 这好像修改是因为后面加了个揍法 以及我们写了一个Test的命令 OK 然后这个文件夹是自己新建的 对吧 好 那我们就提交一下 再次演示 OK 那到现在为止 那个Denia测试的这部分就已经算是讲完了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 首先你要了解Denia测试 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就这一块你要清楚的知道 要不然的话 你没有动力 也没有信心去学这些比较枯燥的事情 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枯燥的 对吧 特别是大家做项目台系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到你开发的时候需要多长时间 但是你想不到 你也不会去想自己开发完之后 比如说我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 做一下单线测试 写个测试用力 跑一下 所以这个我觉得学完这门课之后 不说你立马用起来 但是至少你的思想上应该要去转变一下 说我接下来要尝试去把这个Denia测试到我的工作中 然后怎么去用 以及结合你自己的失忆情况 然后要全面的工作中 不光是自己去写 也要独促部门其他的人来写 然后统一形成这个部门的规范 以及在不算开发工期的时候 要把它放在项目中的一部分 对吧 OK 那就到这儿吧 那我们这小节 JEST讲完了